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陵君魏无忌是为安息王同赴异谋的地理 公元前276年被封于信陵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宁岭界 所以后世皆称其为信陵君 他于春深君黄昔 孟长君田文 平原君赵盛 并称战国四公子 信陵君魏无忌身会于魏国走向衰落之时 他和孟长君 平原君一样严览门客 杨世数千人 而且他离前下世急人之困 曾在军事上两度击败齐军 分别挽救了赵国和魏国威惧 可以说 信陵君用人做事的方式 甚至直接影响了后来历代帝王将相对人才的选择和使用 对后世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北宋史军家司马光对信陵君更是推出辈子 认为在战国四公司中 信陵君当居于守卫 而此马迁在史记中为他写传 都不直接称呼他的统号 名为魏公子列传 并且借平原君之口 给了信陵君四个字的评价 天下无双 那么在资质通鉴中 又是如何记载信陵君这个人的呢 他那套独特的识人用人之法究竟是什么 在信陵君的三千本客中 究竟是谁帮助他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河北升为党校丁万明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评说资质通鉴第一步之 天下无双信陵君 信陵君这个人啊 为人仍爱宽厚 礼贤下世 世人无论有无才能 或者是才能大小 他都一概的千功有礼的 同他们交往 所以啊 从来不敢因为自己的富贵 而侵卖世人 所以天下的世人都争相归附于他 他豢扬的门客 也有三千人之多 那么信陵君这个人 他的仰视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信陵君的仰视呀 我们说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 叫做不齿下娇 那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他这个特点啊 不齿下娇的特点 集中体现在对四位隐士的这个 清新言览上面 这第一位隐士 名字叫侯盈 侯盈啊 是魏国的隐士 已经七十岁了 在魏国的都城大梁呢 负责看守 移门 东门 是一个开门的一个小吏 这么个人 信陵君啊 去拜访他 并且呢 准备要送给他一份厚礼 结果这侯盈就讲了 他说 我几十年来修身洁心 不能到头来 因为我贫穷就接受你的这份礼物 我不能接受 信陵君一看 人格有志啊 人家不爱钱 那也别勉强了 那怎么办呢 他怎么来阉拦这个侯盈呢 他就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会 宾客都已经就坐了 然后信陵君呢 这次离开宴席 亲自驾驶一辆车 把上座给空出来 直奔一门 奔魏国这个大梁这个城门去 去接侯盈 侯盈一看信陵君亲自驾车来接 也没说别的 坦然入座 就坐在上座上 信陵君亲自替他驾车车 态度呢 非常的谦功 接着 这个 侯盈 就准备去赴宴去 结果侯盈呢 走了一段了就讲 他说我有个朋友在集市上 你车呀 绕一下 我跟他说几句话 啊 信陵君一听 好吧 行 您说到哪就到哪 哎 到了集市上 侯盈呢 就找这个集市上的一个屠夫 叫 朱海 哎 找他 站了那儿就聊天 哎 这一聊聊了好半天 哎 侯盈边聊天 边一眼睛 偷偷的看这个 信陵君 结果信陵君呢 哎 愈加的这个态度平和 一点没有表现出不耐烦了 大家想 集市上人来人往 显贵的信陵君 驾着豪华的马车在那儿 等着一个老头在那儿 跟一个卖杀猪的屠夫在那聊天 那这个景象是很有反差很大的 哎 聊了半天 然后侯盈这次上车 信陵君啊 把他哎 接到这个宴会的大厅 哎 亲自把侯盈引入上座 然后隆重的想 客人们介绍 侯盈 大家去看 这老头穿着破衣烂衫的 一副寒酸像 怎么信陵君 堂堂的贵公子 对他这么千功有礼啊 都很纳闷 这个故事啊 充分的展现了信陵君 不齿下娇的气度 但是其实啊 我们仔细想一想 就觉得这个啊 挺不合情理的 我们说 反不合情理的地方啊 背后必有蹊跷 大家想一想 在侯盈 已经七十岁了 是一个堪破 红尘的隐士 孔子讲了 其实 从心所欲 不欲拒 仍然到这个岁数 已经不会是为一些这个 世俗的东西 所左右了 人情世故 对侯盈来讲 早就滥输于熊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说 当他踏上这个信陵君的 坐驾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接受了 信陵君的邀约 就已经决定 做信陵君的门客了 可是他为什么 还要故意中间折腾这么一番呢 去闹市场走这一招 他在折腾什么呢 我们说 对这个侯盈而言 他还有必要考验这个信陵君吗 没必要 如果没必要 他在琢磨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这么办呢 侯盈啊 他这就想 我既然加入信陵君的这个门客队伍里边来 我就要给信陵君 给他来个碰头彩 怎么才能来个碰头彩呢 我就要彰显信陵君这个李贤下士 不齿下娇的这个名声 怎么彰显呢 去闹市走一圈 让大家都看到 那么对信陵君来讲的话呢 我既然要把这位隐士聘为我的上客 人家又不爱钱 我给厚礼 人家不要 那怎么办呢 我们说人啊 可以不爱钱 名利这个东西都能看破 但是有一样东西是谁都看不破的 就是忠重 对你的敬重 来 所以信陵君就策划了这么一个盛大的宴席 要刻意的表现 自己对侯鹰这位隐士的敬重 来 所以侯鹰要敬重你 你不能不接受吧 双方呢 可以说 一唱一和 所以说 这个信陵君宴请侯鹰这个事 与其说是展示了信陵君李仙下士的气度 还不如说是信陵君跟侯鹰合演了一出双簧 哎 这俩人相得一仗 信陵君呢 由此赚住了人气和眼球 而侯鹰呢 从此成为信陵君心有灵犀的上课 双赢的一个事情 那么第二位 叫朱嗨 朱嗨就是侯鹰第一次去信陵君府上的时候 专门中突路过特意停车去看望的那位 他是个屠夫 但是呢 侯鹰跟信陵君上 这个人啊 是一个贤能人的人 哎 我建议你 跟他多结交 大家一般人都不了解他 说老实话 信陵君也不了解他 但是信陵君呢 既然说侯鹰你说了 那我就去交往他 哎 一次一次拜访 可是这个朱嗨呢 挺奇怪的 信陵君去拜访他 他从来也不回拜 我们说礼尚往来 人家要拜访你 你得快就要回背人家 这叫礼尚往来 现在朱嗨呢 一次一次的接受信陵君的拜访 但是一次也不回拜 尽管如此 信陵君也觉得这人怎么这样 但是他仍然是清新结交 他相信侯鹰 所以他相信朱嗨 哎 这就是信陵君 他这个不辞下交 他的这种交往方式 那么还有两位隐士 分别是赵国的毛公和薛公 这两位啊 至于叫什么名字都没传下来 是真正滴滴道道的隐士 小隐隐于野 大隐呢 隐于士 这毛公和薛公呢 就隐于集市中间 闹市中间 这毛公呢 好赌 这薛公呢 好隐 所以说经常流连于九世之内 这个信陵君 克居赵国 我们知道 切伏救赵以后 他不敢回魏国了 所以就克居赵国 这个克居赵国期间 他早就听说这两位隐士的大明 就去拜访这两位 结果这两位呢 一听说信陵君要拜访 他们就躲了 最后逼得信陵君啊 以这个平民的身份 去找这两人 结果找到以后 双方可以说是 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啊 结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信陵君啊 是平原君的小舅子 平原君呢 这个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啊 就对他的夫人就讲 哎呀 你看咱孩儿他就 按说吧 都说他是个举世无双的大闲人 但是如今你看他干的这些事 敬客一下下贱的赌徒呀 九宫啊 和这帮人来嘛 你得说到说到他 别让他老这么着 这算什么回事啊 太不靠谱了这样 哎 姐夫说小舅子吗 哎 这么着讲 结果呢 他姐就把这个话呀 原封不动的转给了信陵君 信陵君一听这话就很生气 哎呀 他说 我原来以为这个平原君贤德 所以背弃卫国来救赵 现在一看呀 他的这个李贤下士 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富贵罢了 这人呀 徒有其名 不值得交往 我们俩呀 取世之道不同 我不能跟他呆了 我要走 信陵君啊 就要收拾行囊要走 哎 结果结果呢 这个平原君一听这个 着急了 怎么能走啊 对不起啊 我这个确实是我错了 哎 诚恳的道歉 哎 信陵君算是留下来了 结果信陵君留下来 这事让平原君手下的这些时刻们听了以后呢 其中一大半 就偷奔到了信陵君的盟下 背弃了平原君 莫子上贤中有这样的进展 事故 国有贤良之势重 则摩家之滞厚 贤良之势寡 则摩家之滞薄 而在战国后期 各国君主和大臣 既扬世成风 并启用世人武政 虽然当时 李先下士已经不足为奇了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像信陵君这样 真正做到不齿下交 事实上信陵君一生的光辉 都与侯营 朱亥 茅公 虚公 这四位隐士有关 那么信陵君一生都干过哪些有影响的大事 这四位隐士又是如何帮助他成就了一番伟业的 那么信陵君这个人这一辈子究竟干过哪些有影响的大事呢 我们说呀至少有两件 第一 切夫就造 公元前258年秦国正在唯困赵国的首都邯郸 魏安息王呢就命令大将禁闭 带领了十万大军 准备救赵 可是呢 秦王呢就派人对魏王说了 说我攻打赵国 很快就能把他打下来 一旦把赵国打下来 谁要到时候帮赵国 我就收拾谁 结果魏安息王一听就不敢了 就命令禁闭呀 通兵夜城 坚守 说是坚守 实际上呢 首输两端 坐山观虎斗 庭元军呢 派到魏国的这个使者呀 可以说络绎不绝 不停的这个催出魏国 赶紧发兵 赶紧让军队往前靠 新陵军呢 也不断的派说客 去游说 安息王 发兵 把既然兵都派出去了 干嘛不往前走啊 但是 为安息王不为所动 哎呀 把平原军急的呀 没法了 到最后 干脆 直接给 新陵军写信 说 这个赵圣 我之所以和你联姻 哎 就是仰慕您的这个道德高益 哎 能够吉人所及 你看 你要是看不起我 也就罢了 鄙视我也就罢了 你看不起我 你得替你姐姐想一想呀 难道就不可怜你的姐姐吗 那意思是言外之意就是说 我要死了 你姐可就守寡了 平原军急了 姓林军 其实何尝不着急呀 他也着急 所以他多次的跟他通父异母的哥哥 安息王 哎 这个禁言 让他发兵 可是安息王呢 不发兵 现在让平原军这么一击 姓林军急了 没法了 动员所有的时刻 哎 组织起百胜战车 决定亲自 以一己之力 去救赵去 他领着手下这些人 出了大梁的遗门 哎 经过这个侯营的这个 坚守的这遗门 跟侯营作别 侯营一看 姓林军就领了这么点人 就要走 很冷淡的 跟这个 姓林军讲 公子啊 你就好之为之吧 我呢 老了 不能去了 再见 姓林军就领的人 走了 这越走 越觉得不对劲 不对啊 这侯营 我老觉得 他好像有话没说呀 他这么严丑的 我就去送死吗 姓林军要知道 这以自己这么点人马去 那就是个送死 不对 这侯营啊 一定有话没说 下令返回 返回去专门找这个侯营 侯营一看姓林军 回来了 乐了 我就知道公子 你会回来的 为什么 你看 你领的这么点人马 去去当救兵 那相当于拿块肉去打老虎 打恶虎 那一定是有去无回的 那怎么办呢 哎 侯营让姓林军啊 并退左右 然后他 私下单独的 跟姓林军讲 他说 我听说呀 这个 魏王 调兵的这个兵服 在内使 只有儒姬 可以有机会能拿到他 而儒姬 当年 他的父亲 被仇人杀了以后呢 是您替他报的仇 儒姬呢 对您感恩戴德 当时就表示 您要有什么需要 万事不辞 所以只要您 下一声令 请儒姬 把这个兵服 偷出来 一定可以实现 偷出兵服了 你就可以调动大军 来 姓林军 去做 果然 如约 儒姬给他 把这个兵服 给偷出来了 然后 这侯音啊 又跟他讲 哎 说这个 兵服你拿到了 但是拿到兵服 不见得你就能调动军队啊 那禁闭是大将 他要一旦有怀疑 那就麻烦了 将在外军令 有所不受啊 那怎么办呢 你让朱海跟你去 朱海是个历史 实在不行 就把禁闭杀了吧 这姓林军一听就哭了 来 呼应一愣 怎么回事 你下不去手啊 哎呦 不是我下不去手啊 那禁闭也是咱们为国的功勋卓著的老将啊 杀场老将 就这个事 我知道 这道前下 他肯定不同意 必须得杀他 可是我有点于心不忍啊 哎 没法 这事必须这么办 好吧 然后 姓林军就去找朱海 哎 这朱海啊 当场就说 说公子啊 你一次一次的 不辞下交来 接交我这么一个市井小人屠夫 我呢 并不是不懂礼 但是我老觉得这个戏 这个戏 戏末节的这种礼仪啊 没用 所以呀 我就一次也没有回败 今天 您找我了 你运的找我 没说的 我一定 把我的身家性命交出来 这是我报答你的时候了 哎 跟着 姓林军就走 公元前257年 姓林军率领魏军与赵军储军 里应外合大破秦军 历时三年之久的邯郸之北 终于得以解除 这就是著名的借福旧赵 那么关于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我们有诸多疑问 比如侯营已经帮助了姓林军很多 为什么最后还一定要自问来报答姓林军 还有 姓林军身为魏国王子 为什么要借去魏王兵符 善杀魏国大将 这样大费周章的来帮助赵国呢 姓林军啊 做好这个准备以后 遭到了朱海以后 再去向侯营施行 这个时候 侯营说了 按理说呀 我本该跟你一块去前线的 但是呀 我实在是太老了 走不动了 我也不能给你 这个 添这个牵挂 我信用于力不足了 我呢 算好你的行程 当你到了 禁闭大营的时候 我将面向你们那个方向 自往而死 姓林军 一看 也没说别的 跟侯营就告别 姓林军到了夜城以后 哎 禁闭呢 和颜兵符 和颜兵符 一看对 是怎么回事 可是禁闭就怀疑了 说 林郑换帅 这么大的事 怎么就单单朝 这个 这个魏王 派了你这么一个人来了 也没有其他的 朝中的其他大臣 跟着来 挺狐疑 哎 正在这个犹豫的时候 朱海纳 从袖子里边 制出那个大锤子 一锤子 就把这个禁闭的脑袋 打得脑僵笨 哎 哎 姓林军把军圈拿过来了 拿过军圈以后 下命令 说军中 父子两人都在军中的 父亲回去 这个 呃 兄弟两人都在军中的 哥哥回去 独子 回去 剩下的 剩下八百人 他收拾收拾 哎 整栋军马 会释前进 公元前257年 姓林军 税领这个魏军 与这个赵军储军 理应为何 而历时三年之久的 邯郸之危 总算是解了 这就是著名的 切夫救赵 有两个问题 我们需要分析分析 第一 侯英 为什么一定要自吻 姓林军 确实是慧眼不惧 他的不齿下交 我们说 得到了最好的回报 甚至可以讲 没有侯英 就没有姓林军 他的历史地位 可怜的禁弊啊 是稀里糊涂 不得不惨死 在诸害的大铁锤下面 但是呢 比禁弊 其实更悲壮的是 七兄的老者 侯英 他自尽而亡 唐代的大师人王威啊 就曾经写诗 非当慷慨 献其谋 义气奸将 生命仇 相风稳井 宋公子 七十老人 何所求 七十岁的侯英老者 他追求什么呢 他一定要那么死吗 在那个 是远虑 那么究竟有哪些 善后的远虑呢 一 切伏 夺军 这实在是一个 不得已而为之的 非常之举 即便理由再充分 事后必须严惩 始作云者 以尽效尤 这事绝对不能轻易开仙河 开了仙河又绝不能就这么着说完就完了 有人得付出代价 这个罪责 谁来承担 这是其一 二 堂堂的一位大将禁闭 就这么被人打死了 总得有人承担责任吧 谁来承担 第三 说到底 这姓邻君呀 他是个人后的公子哥 哎 尽管说侯英已经为他把这个事情谋划得非常奏响了 可是万一姓邻君要到了军前 到了政前 建了禁闭以后心软 下不了手 那可就前功尽弃了 那怎么办 如何才能促使姓邻君痛下决心 开宫没有回头见 这第四 哎 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点 如何给姓邻君将来重新回到魏国 做足做好这个铺垫呢 我们说这四点啊 这四点远虑只有一个人能减 那就是侯英 从法的角度来讲 他是始作云者 始作云者 紧闭也是使在他的计谋上 从秦的角度讲 唯有侯英之始 才可以坚定姓邻君义无反顾的决心 从理的角度讲 只有把魏安息王对姓邻君的这个怒火引向自己 才能够为姓邻君将来回国做好铺垫工作 最终啊 七十岁的侯英 在人生的暮年 以自稳的这个一举 成就了姓邻君的千古传奇 同时呢 又校正了非常之举 说导致的这个秦礼法的道德追求 与政治正义这个价值取向的失衡 重新校正了这个失衡 第二 如何评价切腹就造 有人会说 这姓邻君切夫切取兵夫 散杀大将 营救别国 这不典型的赤里扒外吗 这种观点啊 我们说 格局太小了 赵魏两国是从此相依的关系 赵国如果灭亡了 那下一个就是魏国 所以啊 不能 简简单单的 把这个看成一个孤立的事情 魏安息王呢 蜀目冲光 有没有胆破 让秦王 几句话就吓破胆了 这种情况下 司马光就说了 故无忌 教夺其君 以救赵 非独父赵之难 亦为魏谋也 岂岂不忠哉 所以司马光就认为啊 姓邻君切夫救赵 不仅仅是为了解救赵国 也是为了魏国的长远文化 怎么能说这种行为是不忠诚之举呢 那么姓邻君干的第二件大事是 确秦从魏 邯郎自卫解除以后啊 姓邻君指派别人 带领魏军回国 他自己不敢回去了 于盟下的这个宾客啊 就留在了赵国 客居达十年之久 后来啊 秦国大将蒙翱 率军进攻魏国 魏国接连打败仗 屡战屡败 魏安息王啊 这个时候才想起 想起了姓邻君的好 派使者一次一次的到赵国 请求姓邻君回国 回国帮助他领兵抵抗强青 姓邻君呢 担心回去以后 没好果子吃 担心魏安息王还要收拾他 不敢回去 所以啊 他特意下了使命令 告诉手下的门客 谁也别给我提这茬 谁给我提这茬 让我回国 或者说是使劫又来了 出事 结果手下的其他一般门客 就不敢再轻易说这事了 猫公薛公这俩人 听说这事以后赶紧来了 这哥俩来了以后 找姓邻君就跟他讲 他说 您所以受到各国的敬重 那是因为有强大的魏国 作为你的依托呀 说一旦魏国没了 你的宗庙如果受到影响了 你想一想 你将来还有什么脸面 在列国出现呢 这可以说是一句话典型的梦中人呀 这姓邻君一听这话 没等这茬公薛公说完这话 赶紧准备车站回国 回去以后 跟魏安息王哥俩一见 相晕而弃呀 等于说两人兵事前嫌 姓邻君回国以后 一声令下 领兵打仗 给各国使节发诏书 要求说是重新合纵 各国一听说 姓邻君已经在外国重新做了大将 执掌兵权了 奉奉派军 很快合纵 然后呢 在姓邻君的领导之下呀 一口气 把秦国的军队打到了这个 韩国关之内 这次收兵 等于说 为国算安定下来 爱国一直是自古以来 中国人一直恪守的精神追求 也是做人的操守理见 这是民族大义 是原则问题 不容犯错 然而 人总有趋利避害的本能 姓邻君也是人 所以他也很难超脱 幸亏有毛公 薛公这两位掩饰 异于点醒梦中人 姓邻君才幡然醒呼 回到魏国 率领五国联军 击败秦军 那么姓邻君 回到魏国以后的命运 又如何呢 请继续收看 评书资质通鉴 第一不值 天下无双 姓邻君 姓邻君率领五国联军 把秦国给打回韩国关之内去了 然后呢 他自己回国以后 就被剥夺了军权 为什么被剥夺军权呢 我们说这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其中第一个词叫做 博尔建仪 博尔建仪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呀 早在姓邻君切夫救赵之前 在卫国的时候 有一件小事 就让魏安息王 对他产生了 极大的猜忌和方范心理 所以有一天 姓邻君跟这个魏安息王 君臣俩 兄弟俩 一块下棋呢 结果突然 有这个 有人来抱上来 说赵国要进攻魏国了 赵国的国军领的人马 来了 这魏安息王一听就坐不住了 赶紧要撤了棋 要赶紧找大臣们商量 结果这个姓邻君说 没事没事继续下棋 没事 放心吧 不是打来的 他这是打猎的 魏安息王心里边 放不下呀 一看这个姓邻君 刚没事人似的 虽然他这么说了 那就坐着吧 但是心已经不在这了 七上八下 过了一会儿 又有人来报了 说虚惊一场 刚才报错了 确实是赵王打猎呢 不是领兵打我们的 哎 心是闹了肚子里边了 可转过头了 安息王就不干了 你怎么知道 他是来打猎的 不是来侵略我们的 哎 姓邻君他就讲 我手下有有这个门客 在这个赵王那 是坐卧底的 赵王的一举一动 我都清楚 所以啊 他今天这个打猎的事 早就提前报给我了 好嘛 我不知道的事 你都动若观火啊 这好了得呀 从此以后 这安息王就对 心灵君就是防起来了 你想一想 我堂堂一个魏王 都被蒙在鼓里边 你一个姓灵君 你是我这个下属 你结果啥都知道 这了得呀 所以从此以后 姓灵君啊 在魏国就失宠了 哎 魏安息王就再不敢忠于他 这第二个词 我们说这叫文儿 见弃 什么叫文儿见弃啊 这秦王啊 为了挑拨这个姓灵君 跟魏安息王之间的关系 结果呢 他就带着重金 派人去找这个 被打死的那个将军 静弼 找他的门客 静弼也有门客 找他的门客 让他的门客 给这个魏安息王讲 哎 让他的门客 给魏安息王说什么话呢 说你看 姓灵君在国外流亡了十年 现在一下子又担任了魏国的大将 各诸侯国的将领 都为他命适从 都隶属于他 致使天下的人 只知道有个姓灵君 不知道咱们魏国还有魏王 这话是说的 这魏王心里面就有点不得价 哎 还不至于此 这个秦王啊 继续派人 不断的给这个姓灵君上眼药 不断的派使者来找姓灵君 哇 听说您很快要做魏王了 我们提前恭贺 啊什么没做呢 你那你什么时候做呀 什么时候做我们继续了 再来恭贺 一般一般的人派人来 找姓灵君 结果这些消息当然都要传到 魏安息王的耳朵里边呀 这传的多了 一次两次没事 时间一长了 不由让安息王不信啊 哎就这么早 又剥夺了姓灵君的军权 姓灵君一看自己第二次 因为建议被诋毁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啊 说实话 他就面临一个声势抉择了 如何才能安度晚年 如何才能不让魏安息王 进一步的对他有猜忌 他决定 以这个生病为由 正式提出辞职 请求退休 不参与朝中的事情了 哎 当然 他这么坚决的提出来 魏安息王就正好乐得送水退州嘛 那么 不过往朝政以后 姓灵君呢 为了刻意的让魏安息王 放松警惕 日夜的饮酒坐落 哎 每天成名于女色中间 结果这种日子过的呀 也不符合养生之道啊 再加上心情也不好 结果过了四年 就死了 哎 这就给后世啊 留下一个成语典故 叫做纯酒妇人 哎 就是讲这些权贵嘛 啊 功高正主 怎么办呢 哎 通过从酒妇人 这样一个特殊的自我作戒式的方式 来避祸全身 哎 这就是一条避祸全身之道 姓灵君开创 姓灵君这个人啊 为人 仍而下世 他有人心 这一点啊 非常的难能客贵 魏公子 仍而下世 他另一个突出的表现就在于 他能够听世人给予的建议 我们说对世人的忠重 不仅是给他礼节上生活上的好处 更重要的还是要听他的话 你能够成就别人 最终才能够成就 而姓灵君他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了 我们说姓灵君他也不是神 他也是个人 所以他也有糊涂交经的时候 也有犯错翘尾巴的时候 但是呢 他能够以非常之礼 带非常之势 因此呢 他总是能够在特殊的情况下 得到贤事母的这个非常回报 这样的事儿啊 很多 就那我刚才我们讲到的 第一条 姓灵君 被这个平原君 则以这个殷勤之意 头脑一热 要玉石俱焚 这个时候 侯英给他提出妙计 依靠诸海遗迹 书写了切夫旧赵的这个人生伟业 这第二次 韩旦之威解除以后 新灵君 被这个赵国的君臣作为救世主 高高捧在那 这个时候他就有点飘飘然了 一交经 而有自攻自赦 觉得自己有点自大了 这个时候又有门口给他提出来了 一定要低调夹着尾巴做人 正是因为新灵君在这个赵国十年极其低调 所以虽然他在十年之内待了那儿没干什么事 但是威名一点都没解 十年之后 正比一呼 仍然有五国响应卖他的账 第三次 为国大敌当前的时候 这个时候新灵君展前过后 不想救 又担心自己的个人的祸福 毛公学公 一语颠心梦中人 一说 新灵君立马明白了 马上回国 一呼百应 率领五国军队击退强情 可以说 从未缺亲 立下了他人生的第二大尾业 这两点正是他高于战国其他诸公子的地方 那么战国四公子中的最后一位 重生君 他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呢 请不吝点赞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